台北上柯文哲卸任倒數 下一步也被受關注 先前他坦言確實回到台大醫院之後 會辦理退休 因為不可能是黨主席身兼 這個醫院的醫生 不過呢這個狀況 現在就被質疑說 是不是爽領退休機 因為呢戒掉了8年之後 回去就直接退休 那這樣退休金入袋 不過對此柯文哲最新回應 帶你來聽 不值得回應 我本來是說我們回台大醫院 如果我們可以維持在 這種世界的水準 一個很top的醫生 那我們才留在台大醫院 如果我們經過這個9年來 已經超過8年了 這個恐怕不能維持這種水準 那我們就不要再去浪費人家的 不要浪費那個位置 也許給新進的人有一個升遷的機會 我跟妳講喔 這本來是一個很正面的東西 可是這些名嘴每一個都 好的事人都可以講成壞的 實在是厲害 柯文哲表示說呢 這真的是一件一樁好事 但是被操作成負面的訊息 也讓他非常的生氣 那另外也談到了 因為民眾黨的最新人士 因為為了柯文哲要布局2024 也傳出說要找周台竹來擔任 他的民眾黨秘書長 可以補足他外交的弱點 另外周瑜秀要來擔任 所謂的禁辦主任 那呢現在這個柯文哲是表示說 相關的人選都還在徵詢當中 至於談到說跟蔡壁如 是不是現在有心結呢 他說現在蔡壁如的工作非常的忙 但是之後呢 確實還是會有角色給蔡壁如代表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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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